你呢 狐妖姑娘 给我禀报医生 狐妖姑娘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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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日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天 大王晕倒了 宁朔军和晋军两败俱伤 我醒来的时候 哥哥还活着 帮大哥一个忙 把我把剑拔出来 拔了剑 替我换上大王的战甲 听话 拔了剑 换了剑 毁了我的脸 带着大王回宁朔 别说了 现在听我的 我立刻去千马 带你跟大王走 你们俩 谁都别想死 小妹 大王 大王 帮我帮大哥 帮我帮大哥 原谅大哥 一直都没能 照顾好你 再后来 我把大王背到了马上 自己就昏死过去 醒来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身在皇宫 被回京途中的安平王所救 也就是当今的皇帝 可是大王却不知所踪 我见到皇帝之后 那性命起事 说宁朔君对大成绝无二心 定是有人要陷害大王 可是皇帝却说 此事早有定论 不是我一个女子说冤屈便可的 这期间 我一直想把哥哥 和兄弟们的头颅 通回了安葬 却只是找不到机会 我的命 是光磊用命换回来的 是我害了他 还有那些 跟着我们出来围猎的 来救援的将生 他们都是受了我的牵连 大王 哥哥说 能为大王而死 是他的荣耀 我相信 不止是哥哥 宁朔君所有的将士们 都是怎么想的 我绝不会让他们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 我 豫章王妃 王轩 在此感谢众列将士 为大成所做的一切 此生 此生 我与我夫君 定会竭尽所能 守护诸位家眷 王妃 光烈 我知道你最疼爱胡瑶 请你放心 我们会像你待他一样 好生照顾他 哥哥哥 哥哥生前说 男子汉大丈夫 欲学沙场 绝不能贪生未死 可是一次 哥哥却没能死在战场 而是死在小人之手 大王 我要求你 一定要查明这下 还愿死的哥哥 还有宁朔将士们 一个清白 别人 听得到 你说 人ли 你 人 不 我 你